欢迎收看一个常熙波马的节目 好 今集我们会做短一点 因为我心情一般的 希望大家体谅 看开亚洲电视的观众都知道我发生什么事 但是照做吧 难得国际骑士邀请赛 我们尽量做短一点 不用的 那我们先检查上次四天马 我要掌嘴 因为我最后那场我没有信到你 我也没有信到我 不是吧 如果我固然是有少少买到少少WinPay 但是正常我如果计算了一只 买在八九十场以后 有些信心有些赔率 为什么我不把它一只 跟着F5F买三宝呢 有三万多元 是啊 因为那只我的外驱拍了出来 还没拍阳飞 想不到这一场 一千四叔一千 我不是会说 最重要的是黄晋 最重要的是黄晋 摆任何人税我都会买住 是黄晋我不买真的好东西 没东西说的 就是 史卓峰最后一只马这样塞了 你说 很难说的这个世界 最重要就是我自己觉得美场 我为什么不买这个美丽共享 就是因为很多只机会马 但是它竟然是最后买到大热门 入习之前 是大热门来的 其实你已经隐隐约约觉得是会这样的了 那些人就说看那场马很假 很严重 那我不反对 又的确是梦幻了一点的 梦幻了一点 是的 有人用20倍去买了 我有朋友 不知道是第四第五场 就砍了 到13倍 是的 这个真的很奇怪 好 接着其他的马 我那两只就没有了 泥地真的很难估计 那天泥地就爆了 其实是这样的 那天的泥地 后来 大家都说很利放头很利放头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迷 大家就不要觉得真的这么利放头 因为我仔细拆开这么多只马的断速 其实那些捕捉结构是应该放头那只赢的 所以我还没看之后 名次的马匹 如果看完之后可以告诉大家 到底那天是否真的这么利放头 因为如果不是大家砍掉了那天是利放头 接着后追马全部调高评级 可能迟些会很大事的 那天我一早在标题上说很难倒 那我自己也是玩得很少而已 那我们四只马一win一play 随后交代 那你另外一只也是跑第二 那我就老趁第二段 扔下后面的马 那之后原来冲上是赢是有缘人 那没办法 没办法 那我们都有win见面 希望今次继续有头马见面 那今次是星期三晚的博物局赛事 有九场马 因为是国际骑士邀请赛 星期六就跑国际赛了 星期日 那看到时候有什么心水介绍给大家 但是国际骑士邀请赛 我就自己有心水 首先不过之后骑士王才说 那次骑士王只是计四场而已 就是计四场这个国际骑士邀请赛 我觉得每年的国际骑士邀请赛都挺好看的 没错 就是可以看到一些超级高手 那又可以看到一些未跑过快会谷赛事的骑士 在快会谷赛事发挥 那其实我觉得快会谷赛那场本地骑士是有其优势 但是那些马也是抽签的 那我经常觉得国际骑士邀请赛应该挺公平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其实就是大家恶混乱 还有每年如果我们做写码的都有些话题 就是说这个骑士和这个联马师有反目成仇 但是有潘道苗里德那些 对对对对 但是刚好又骗了他们一起 又有那些马径立刻练出来几多比零 几多年没赢过 没上过名字那些 现在赢了又说他们破冰 诸如刺率其实都是话题而已 我觉得这四场我是不会看的 是吗? 那我就挺看好某个骑士 那我稍后才揭中我看好哪个骑士 好,我第一个是第五场 那我先说我的贴士 我第一个贴士是第三场50000米 那我一向都挺喜欢这个马叫当家信心 那我这次就是洛班 洛班配蔡翰莫雷拉这个组合已经是比较少赢马 现在都是变了莫雷拉做掩户 接着就波剑士赢赢马 就是最近的主题 最近的主题 但是这一只马呢 27号莫雷拉就试了谷杂 其实他就算是几 准备都挺可当的 我说真的其实莫雷拉赢赢赢马上星期三 我就丢了一只命技之身 那都OK的 那我觉得这只马会热的 但是全晚其实很少 很少一些很有把握的马 那我要了这只线 1200米就 10当我想他应该会铲出来放头 那因为其实这些外来骑士 其实你们有看看都知道 外来骑士在跑下跑 那个抢位不太积极 所以常常会变成慢步速 那你慢步速你当家信心放 我刚才我觉得其实他一直都应该放头跑好一点 嗯 那就姑且看他怎么跑 少住 嗯 少住 那你第一只马就提供这个第三场五班的 1200米 当家信心 是的 OK 那这个马你猜林场应该是宜门呢 宜门 应该宜门来的 当然你是介绍第五场 是的 我介绍 那我介绍第二只的心水就是第四场 哦 即是你在买第四场 是的第四场 虽然我说不会买这些骑士菜的 但是有一只马也挺好的 就是乘回着刚刚几天的美丽共享的那个势 嗯 那又是潘顿搭高峰来 那就是电路七号的 嗯 电路七号其实就 你说有没有上名呢 就上过一次名那么大把 嗯 但是其实他有一次跑第二呢 就居然是跟紧张大师串串的 嗯 那紧张大师就 那后来上到他虽然都会输 那但是你用那个职呢 你放下来这里跑了四班一千 就就是数了 嗯 那第二只你介绍这个曝东来 潘顿骑的电路七号 那这只马就应该有点飞的 起码都六七倍 不会太热的 那我三四场 好 那我就是五七场 那我第五场我介绍四号马 那我介绍个博外之角 那我们看上一次 198场次就四班 1650 那就排9档 那就配了一个 伟大的 蝕印先生 那沿途的走位就是一路包 一路包 那他转弯入直路冲上来 但是外档一股作气爆了一段 那输了给头马仪昌勇士一个马位 但是斗赢了二面棉碎 那接着 那今次就排一档 就是将个档位 忽然之间缩进去 再由外档变内档 是的 最重要的就是由舌欣 变了天下第一高手莫雅 那这个非常之重要 那我觉得保重机会大大提升的 那同场马我觉得是大纯威会放 进力之城会随后 那乖修骑兵都有机会出闸就放 那博爱之光如果正常莫雅发挥 那就跟在四五位 不要留得太厚 上次就留在12 莫雅会搞的 是的 转弯的时候 那些马都都篮了出去 那博爱之光就越难 爆上次的力量出来 那最后关头 舌欣换莫雅 怎么都骑高一点 那如果骑后境 莫雅就是无人能及的 是的 那我介绍四号博爱之光 我会买面皮 那临场估计希望它有四倍左右 你有三倍 我估计是大纯威 但是我的骑士王偶像会背飞挂 一会会说 那这场马我介绍一个 就是博爱之光 好了 那另一场马就介绍 七场七号聪明导弹 不用说了 大家都看到上一次 203场次 三班一六五零位 他一档 阿班德黎 沿途走位 六七六八二 最后是差点赢的 其实他都跑得很好的 超好日子你没办法 他根本上就是最厉害 在外面白白的声音就借好你 一句都说了 他上次根本就是上汤 一连三档都跑第一的超好日子 是的 根本就是摆到榮涌一个懒的赔了汤 好了 今次 配一个超级高手 麦道朗 排五档 那我想这场的放投马会是赤马洪峰 那接着就秒秒精彩 估计都是一场步速偏快的赛事 那越步速越快 我想对于这个聪明导弹的后上马会很有利的 那我希望它是沿途可以留守在五六位的二叠 那转弯凭后径爆上来 那用麦道朗 应该会是好的 那看看有没有一场快步速的赛事出现 那 聪明导弹就应该冷了 上次都几十倍 聪明导弹上次就冷而已 但上次那个表现就令到今次会不会太冷 那我想六七倍吧 那我介绍了两只马 那我们先提供 你就介绍第三场 当家顺三 蔡若翰莫来拉 接着第四场 就是那只电路7号 是 我就介绍第五场4号马 博爱之江 莫雅骑天下第一高手莫雅骑 希斯马房 另外就第七场7号 那就是聪明导弹 方家柏马房配蜜导弹 那今天先谈一谈 我们先讲骑丝王 那这次骑丝王就是计那四场国际骑丝表情赛 那我就介绍了一个骑丝王给大家买 那我也很喜欢骑马 就是麦导弹 那首先我要了麦导弹一只聪明导弹 另外去骑一只很有机会的马 就是第五场白鹿飞翔 因为白鹿飞翔一落四班就赢了 三班不够跑的马 那现在落四班 那今次排一个比较好的档位 六档 那接着白鹿飞翔 拿着这个聪明导弹 然后还有一只沟河竞 那我们都估白鹿飞翔未必赢 因为赢的是博爱之江 没关系 一个win一个第二都够捧杯的了 通常都是 还有战神 战神的机会都没了 那看以三只马亚表现 那我就提议骑丝王 我会要麦导弹 因为有莫雷拉、潘顿 应该麦导弹会有些倍率 起码有六、七倍 那有莫雅 骑丝王提供麦导弹 好 那就三保长合了 那刚才你呢 因为今次有考狗长 三保是七八九 那我们给了聪明导弹之后 恐慌首先轻轻地要什么 要抗妙星 要抗妙星 因为它就落斑 其实就 潘顿和洋天盘点码 你都知道什么了 ok的了 那我估它25个9、24个9、24个3、25个半 应该会跟中日位置跑的 那落斑这堆其实就除了聪明导弹之外 其他都普通一些 那你说如果选三只的话就要178 要买变数 178 ok 那我自己就挺喜欢莫雅的金装灵 随时赢得你的码 不过算了 178 ok 好 第八场 第八场就三番千二 知道必胜上次就跑得挺好的 不过就可以先要了它 那加州一宝那些人 杨俊就说过东尼赢完的码再出就不行了 那我们就大胆放弃 因为加州一宝一个是大热门来的 那要不要你最喜欢的尝本费 潘俊都说没关系 我当然要了 我一定要尝本费 那我们要了一二 那就再选一只 一二 一二 要你一外区 一二十 要我外区 嗯 好 一二十 就这样 那留意一下范哥怡 其实那只川田将鸦 那只星月王者都挺好码 不过我不喜欢骑士 那我们一二十 那就留意一下范哥怡 第九场 尾场 首先要那只趁加马 超方华 非常厉害 接着方家柏 连达民的超级军团 嗯 就是这样 因为我都很喜欢超方华 我还给了那票去超方华 好 OK 因为上次实在赢得太漂亮了 超方华 那美关我其实大胆一些 不如超方华行 好 OK 好 我们就九住 十元 那美关我们就要一只超方华 好 那波瑞也没什么好说了 波瑞有点勾联的 那大家 有很多都是离行公司 所以大家就看好一点 就是小注意情 是 接着两个礼拜 尤其是到十月 十二月的下半个月 嗯 超级多波可以买的 是 装定多些弹药 嗯 那就玩一点 就随意的 之后再介绍 是这样 今天就短一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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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记住 like share 和comment 还有记住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亚洲电视频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亚洲电视频道